人生没有完美这两个字 不要自以为完美对自己太自恋 就像拿煎牛排来说 有的人喜欢吃三分熟 有的人喜欢吃五分熟 有的人喜欢吃八分熟 等等等 煎牛排的人也会自己自认为 他煎出来的熟度有符合美味的要求 而且美味煎牛排的食物层次都有分别 用心度与佛也都不一定 那神就顶过七分熟的牛排 但吃起来就像熟透了 非常不好咬得动 煎越干的牛排就是越不嫩 吃起来就像牛肉干咬不动的感觉 没有完美这两个字 各有优缺点 优点就是 如果你被咸了你有改进 就是可以促进你的厨艺进步 如果你被咸了 你的缺点永远还在 你就是永远没办法吃到美味 因为他不改进他的厨艺 也有无理取闹的 你符合他的要求 他偏偏在咸你 如果某家瞎掰他开的牛排店是最完美的 这要经过长时间来证实 刚开始可能他是热闹滚滚 到最后没有半个人 而且不可能 这家店是非常完美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同一家的口味 如果那家还制成自己完美 就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自恋 结束